字幕志愿者 杜拜世界杯 好了 到了重頭戲 底牆的杜拜世界杯 我又要拋個問題給你 沒有人說你第一次來 你見到這麼多事情 我一定要不斷地問你 讓你可以告訴大家 你在這裡的體現之餘 你對於整個杜拜世界杯的賽日 那樣情況也看了一些馬 我就有一件事問你 一看報名表的時候 我想你也嚇了一跳 為什麼美國馬不見了? 只剩下一點 除此之外 就是日本馬一大堆 為什麼會有一大堆呢? 還有一大堆 我也想知道 還有一些馬好像是臨時 選來選去 最後過來跑這一場 八隻馬 有一隻聲稱是阿聯酋代表 其實都是日本馬來的 我第一眼看到這個報名表 我第一句不是問號 第一句結論就是 日本想遲發回來 第一句 是不易的 當然是不易的 當然是不易的 韓國那位是表面的 是的 這樣說 的確看勻了 這場馬其實出賽馬都15匹馬 剛剛過了一半日本馬 但是這八匹日本馬當中 你又看到一件事 就是這八匹馬是包含所有跑法 沒錯 包含所有跑法 是的 什麼都有 當然 就要說下去了 是的 今年力圖為免的country grammar 是的 中文是譯了什麼呢? 一出成名 一出成名 是 昨天小米 昨天你們在小米的節目上 都是這樣說 一出成名 我只聽她說一出成名 都不知道聽了多少次 最懂得是這一隻 你不要跟我說一出成名 什麼什麼什麼 我另一件事就是 第一是前八 第二件事 自古就是三英戰女報 這次是否八大 八個日本武士座圍他 還可以我粗皮一點說 這是圍偶 這是圍偶 這就是圍偶 這就是我們對這場馬的觀感 第一個感覺 是 真的絕對是 這幾天 這幾天我們都看了很多 無論馬也好 人也好 我剛才是說大圖理 人我講大圖理 馬 很多出來操過 大家都在我們面前見過 都看過他們的情況 對於大圖理而言 這次是他最後一次跑圖排世界盃 是 是 你那天看那個記者會 你也有延長 你自己也有錄到 你自己也放上去你那裏 是 你看到Frankie 當問到這一匹馬的時候 他那種反應 尤其是 抽了檔之後 那種反應 是啊 那你覺得 這個十四檔 會不會真的 令到他 連 絲毫的機會都沒有 連出招的機會都沒有 未至於 又看回那場沙地盃 他有跑的 是 本初之外有跑的 本初之外 跟他放掉 他就 因為那一場馬脱 這件衣服 country grammar 他還可以借馬脱 那一場 沙地盃那一場 那一場放在前面 是史文夫騎的 跟著 跟著本初之外 看看能否可以 怎知道 彎位已經騎到脫肺了 這隻反而還可以追上來 那個第二 雖然他還是要輸 但他第二 都尚算清脆的 我認為 他輸一個馬位都不到 是啊 還有那一場 那一場是跑千八 大家記住 沙地盃是跑千八 還有我記得 當日的 不論沙地盃也好 沙地盃 他好像全天都 好像是好很多 所以其實這隻馬 或者你是唯偶 我覺得你怎樣都要 預算他一直 不是 是不能不預算 所以你說得對 是不能不預算 還有就是說 我剛才也提過大家 沙地盃那場馬 是跑千八 如果你看回那場 沙地盃最後過終點 那一百米 最後那一百米 和過終點之後的情況 我覺得這隻馬 雖然日本馬的勢力很強 這個我都沒有 我都不否認 但是我又不敢 一定是擺來擺來擺來 當然如果說首選 我只可以這樣說 如果不是日本馬贏 就一定是他贏 我的結論就是這樣 是的 如果日本馬贏不了 贏不了這隻盃壞世界盃 那贏的那隻就應該是這隻 沒錯 所以這隻就說了 我們簡單說了 好了 因為我們剪掉了 差不多要講完 但是簡單 我們先講一些 一個機會一般 甚至乎觀感如何的馬 我們不如信 我們就特別一點 這一場 我們由一號馬 一路馬 一路拉下去 當然 那些我不提到的 那些 即是沒有機會 那些就算了 不要浪費時間 先講一號 阿爾及爾 是 那這隻馬 你覺得 當然他今年在尾單 跑那兩場 又是很清脆利落 這隻馬 是不斷地進步 是 我記得Simon Christopher 他們兩父子做的賽前訪問 都用了很多蝙蝠 都講一下這隻馬 還有今早 是 今早 他出來操過的 是 我看過他的動作 開步 這隻馬 是一隻 即是 還在上的馬 是 但是 我就有點擔心 一件事 始終這隻馬 就是 之前跑的 跑的賽事的對手 又不同 級數又差一點 到這裏 你不要說對著其他 那些 你不要先對著 country 你只對著那群日本馬 那就可能蝕一點 雖然 杜俊誠 最近跑他兩次都贏了 在這裏 我覺得 都是 四重彩範圍的馬 頂多 如果他真的進來的話 都很大事 而且 這場馬 他排過十三檔 也是一個打折扣的原因 你對這隻馬 又如何呢 跑法是令人擔心的 因為這隻馬 是緊跟著前面領方馬 但是 在我印象之中 哪隻跟本初之外 是哪隻死的 所以 很尷尬 他太有局面 當然 他本初十五檔 他十三檔 是很有機會 能夠進來的 但是 如果跟死了 跟得太緊的話 會是怎樣 這個是問題來的 OK 好了 到3號 發好茶座 Café Follow 這隻馬 我想聽聽你講 沙地杯那場 其實莫雷拉 用了香港的跑法 來跑這一場馬 當全世界移去中踏的時候 避免吃take back的時候 他賣了內難 省了很多位 入到直路的時候 他是不斷的 其中一隻 但是他的追徑 也不算特別強 所以在這裏 他現在是十檔起步的話 其實是半天調的 又是那些 最多三、四重彩 三重彩都可能敏敏的 四重彩腳那些 是的 但是 剛剛哥頓提了一件 值得大家注意 大家記得沙地杯那場 是放在內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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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馬 可能這樣說 亦都是 補充回 如果以血統來說 他應該是 美國法路指示當中 最好的一匹 即是全世界來計 是 美國法路指示中 最好的一匹 今次的實檔 其實我覺得 跑這些 這些 即是 Dirt Race 如果他能夠在內 這樣吃到沙 你今次再排出 那些 其實就更加 好像有一種 如虎添翼的感覺 是的 但是 今年他沒有跑到 2月錦標 所以 2月錦標 今年贏的那隻 就是Lemon Talk 雖然我們沒有 金沙軒 但是 如果大家 留意金沙軒 這隻 日本高多分的馬 都不容忽視 我相信應該都是熱門 都是熱門來的 現在是 是熱門來的 現在是一陪14 我看到 都是熱門來的 香港就是很熱 所以大家可以 但這隻馬 我告訴大家 這隻馬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 就是 它的演出不夠穩定 是 它始終是不夠穩定 但是 你看到它在沙地杯 也好 跑2月錦標也好 基本上這隻馬 都是完全適應 但是 亂局之際 也是這樣說 有賠率就不妨拖 所以這隻馬 其實都很亂 不妨拖 但是 在我們的選擇 我們就沒有選擇它 接著 到5號的Crown Pride 即是王冠榮 或者叫做冠威 是的 這隻馬 我又想聽聽你講 在講一些事情之前 我想講一下 在英國出的賠率先 日本馬的8隻馬 對 8隻馬 賠率是介乎 1賠12到1賠20 這隻Crown Pride 是大家相對看得比較多 其實在月陽轉播措施 有香港的觀眾的話 但是這隻馬 是當中最難的那隻 是1賠20 即是告訴你 一件事 記得去年 阿聯酋打比 也是一隻拿滿身份 一隻拿滿身份 出現 爆冷贏 是 其後 他去了跑肯塔基打比 結果如何 就不用我多說 是 但是他去完肯塔基打比 之後回來的表現 其實他也不算太頑皮 日本冠軍會跑第二 其實連續幾場都跑第二 其實還不錯 長場都不錯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 長腸被人捉到 不知道是否跟他的跑法有關係 但是跑沙地盃 這場沙地盃最後跑第五回合 如果用他跑阿聯酋打給方拉 按照他的縮程跑1,800 跑回泥地1,800 可能就會好些 但是他最後連地標途役也過不了 應該這樣說 他早段都是放在那堆前面 但是記住那場馬 本初之海他絕對不是大途 都是在前面倒閉著 地標途役一直拖在後面 再後一陣子就發佬茶座 外面就灌威 這樣倒閉著 最後就是這樣回來了 所以大家就要明白 這一次他回來杜拜 如果說狀態和收身 我看過他其實可以跟他跑阿聯 然後贏阿聯酋打給方的情況就差不多了 今次一個好處 對這隻馬的好處 第一 他回來熟悉的尾丹馬場 第二 用回幫他贏馬的連答物 第三 對他來說沒有影響 因為他也是放在前面的 他是可以放在前面的 但是又是這樣說 都是一匹三四重彩的馬 但是又是這樣 還有就是如果這隻馬 如果真的好像阿聯酋打給那場 這樣贏 那也是這樣說 也算是半個大災難 起碼跟著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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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分子也不在 但是如果說八匹日本代表當中 他都應該是前三四匹 我覺得是有機會在前面回來的 你這麼樂觀 我不是 我沒有這麼樂觀 因為我會把他拿地標圖刑 就是沙地盃那場 那場地標圖刑是第一次跑沙泥地 是啊 他緊跟著本初之海 我剛才也有說 跟著本初之海那隻 基本上是死的那隻 但是地標圖刑是沒有死的 最後是他先死的 我就覺得在卡士上面 他應該是輸了的 所以我就是說 可以有機會在前面回來 但是我都可以大膽說 他不是一隻爺馬的機會分子 但是我會說他會在前面 如果以爭取獎金名次為目標 我覺得他應該是挺穩固的 挺穩固的 OK 然後6號的Emblem Roll 這筆Emblem Roll 如果看賽職也是一筆不差的馬 但是這個可以簡單說 如果你看他贏的賽事 如果沒有記賽 應該是之前那年的沙地盃民主 應該是之前的沙地盃民主 然後柏兆雷又騎過 其實今年2023年的賽職 他也是一筆混合的馬 我對騎士不熟悉 所以這隻馬我就不敢說太多了 沙地盃輸的那一場是出疾大萬集的 是的 是的 這樣 但他好像應該是 沒錯 沒錯 他回到第六 如果你說那一場馬 是只有他和剛才我說的 還有一隻會有追的 是的 一出成名 這兩隻是有追 有整組馬可以追得下的馬 但是他是前一屆的盟主 是的 所以這筆馬 始終你沙地盃不逃到賣 還有可以告訴大家一件事 因為在我昨天做現場節目 都有討論過跑道 今天早上我又跟這裏的人講開 聊聊兩個track 給我的資訊就是在沙地盃 沙地跑道爬的泥是比尾單深很多 是的 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第一 如果有 kickback 相對來說 就沒有尾單那麼厲害 kickback 但是 對於馬的內力 就要要求更高 因為你在沙地那場 你的腳進步差不多是絕腳 反過來跑尾單 這樣就相對就會好一點 這個就要告訴大家 讓大家可以全記 講完16號 我們就講一下地標圖形 地標圖形 剛才我們都說 在上一場沙地標的時候 我們都有帶過這隻馬 當然兩樣東西 第一 第一 那一場 他就叫做重新 重新配上李武華 也都用一個很令人驚喜的跑法 第一次跑dirt 就用一個這樣的跑法 幾乎被他偷雞成功 一刻是追近過的 然後就丟掉了 最後就是聽李武華自己說 他是最後那一百米以內的馬才力弱 如果你計算表面看上去 你跑千百都這樣 你跑二千就好 你如果再跑兩百就很大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正路的想法 但是剛才我都說過那個爬地的情況 照計如果他在那場馬跑千百 用那個耐力 有可能是比這裏跑二千 更加追求更大的體力 現在回來跑二千 那可能會不會是差不多 或者會更加好些 所以這樣的情況 這隻馬他第一次這樣跑 跑這種地 跑這個dirt 他可以收貨 應付到 他也是最後那幾步 連第三步也沒有 那場他跑第三步就跑了 有一點可惜 如果不是我也跑 如果有一個位置我也跑 經過一場 來到這裏之後 他操練上 馬的狀態 其實就可以連一隻春秋分一起 因為是同一個馬房 同一個馬房 兩隻馬做的功夫 尤其是這隻馬跑完沙地回來 這隻馬給我的感覺是靚了很多 靚了很多 似乎很適合到這裏 所以 再加上他的跑法 也是比較機動 可以擺前一點 當然他絕對不是一筆大圖 但是他也是 如果看上一場 可以這樣跟著跟著 我猜他今場都是用同一個方法 跟著跟著 這個狗檔某程度上是幫到他的 因為他不需要在裏面 因為他不需要在裏面 因為始終 我都說過了 這裏的 kickback 這裏的 kickback 都頗厲害的 一kickback之下可以斷就斷 所以為什麼大家看這裏 看過去的賽事 為什麼那些馬可以一贏 七八個馬位以上 有些機會可以輸七八個馬位以上 就是因為你一 kickback 你的馬受不到的 kickback 基本上已經是玩完了 他立即不剪步 立即就玩完了 所以為什麼 剛才我們說法老茶座的時候 我特別要提供大家這件事 因為這隻馬是一隻可以吃到 kickback的馬 所以這匹馬 我覺得這次來到這裏 反而因為他跑過沙地盃 拿了那個經驗 我反而這場我還會稱高他 我覺得 Country Grammar 第一隻最大的對手就是這匹地標同贏 我也認同這件事 而且我覺得經過上一場的good try之後 這一場會有多於一隻 多於一隻 可能很多隻馬會放得很前走 他未必會跟得很前 是的 所以這匹馬我覺得絕對是 現在我不知道 如果賠率方面 這裡英國的賠率一賠十六 是的 為什麼我剛才特意說那些賠率 在英國的賠率 我覺得他們出得很保守 我覺得是 一些實力不明 或者他們沒有見過的馬 他們設定得很低 我們稍後會逐隻我跟你說 因為始終來說 第一 這場馬還要八隻這麼多 還有經過幾年日本隊的馬 你越不懂那隻馬 他不知道為什麼越是出來 就越保守 所以有時候這些都是一個指標作用 當然大家要記住 要注意你們身處在什麼地方 是的 即是投注要用一些合法的圖示 沒錯 我都要講一次 雖然我們講很多那些 但你也要提一提大家 好了 到8號 這隻June Night Boat 即是這隻電閃驚雷 這筆貴為冠軍盃的盟主 應該是去年的冠軍盃盟主 他有贏冠威 最後那幾步 那場就是捉到冠威 最後那幾步 是的 但是剛剛那場 用了莫亞跑沙地盃 就跑到一駐賽 這次由原班人馬捲土重來 還有一件事 剛才說到Dubai Turf的時候 有道康夫 那隻重心分子就退出了 只剩下這隻 你又怎麼看呢 他在這堆馬裡面 他會不會是低了一點點呢 是的 怎麼低法呢 我覺得是低了一點點 他經過一場 剛才說 那一組沙地盃 他是有馬上來的 他不是沒有的 但是不包括他 是的 這個已經是一個問號 不包括他的意義 在哪裏出現了呢 那場馬捲 跑到中段 已經覺得沒有了 那這次就算了 還是他留了一手 我來到這裏才做事呢 是的 會有些尷尬 這樣說 還有我不敢肯定 我覺得他上一場 又可能會受到一些 kickback 是的 但是如果來到這裏 可能會更加危險 還有這次他排的三檔 這隻馬 都需要有一個clear run 即是他絕對不是一匹可以左捲 左穿右插 這樣轉上來的馬 如果那場 他贏半位那場 他就是在外面爆開來贏 望空剪步的 但是他深切三角 他很有機會剪不到步 是的 他要立即找位出來 一出閘就要 是的 所以這隻馬 我們的結論就是這樣 好了 另一匹 本來就是紅心萬象 竟然是放在這個位置 是 竟然是一盆冷水照頭淹 當然是沙地盤民主 是 Panthalassa 本初之海 這隻 我又想聽聽你說 這場 這場要在排位 排位那晚 當然要說 抽籤的時候 問你排什麼當好 然後他就說 這個代表就說 沒有所謂 反正都放在前面走 那句說話 他是翻譯始作方言 其實真正選那個是始作方人 補充一下 反正怎麼跑都一樣 這樣 一來就送個十五檔給他 沒有黑面的 沒有的 都一樣 但是呢 因為你在前面 你看不到我在你後面 在那個議會的時候 大概三分鐘之後 有三個人在你後面掠過 其中一個叫吉田鋒 神色形狀 就出了會場以外 那究竟是否立即談這隻馬的部署 或者其他事情 也不是那個時候談 那就不知道 還是有誰找東西吃 我覺得是沮喪的 那些方面是黑黑的 我覺得是沮喪的 但是呢 有阿輝哥做前科 可能之後 笑到最後可能是他 我怕得我 我就後想贏三千 不知道會不會後想 但是呢 一個說法 這隻馬呢 因為這個檔 就令到他更加有決心 就一定要放在前面 只是擔心一件事 沙地盃那場是跑千霸 沒錯 跑千霸 但是 但是他用的體力 就絕對是不止千霸 嗯 你回到這裏 可能 因為十五檔那件事 好像沒有那麽惡劣 但是始終十五檔 真的 我跟很多人 很多的行家 就算我昨天做的節目 再說回 排了十五檔 基本上已經玩完了 基本上已經玩完了 然後有人問 其中一個沙地馬會的人問我 為什麽他不會跑Dubai Turf 為免而跑這場呢 那我就回答他 因為他贏了沙地盃 贏了沙地盃 他來到這裏 為什麽不升 再試多步 而這個是最高榮譽 這個是最高榮譽 很合理 所以這筆馬 我這裏就沒有選擇他 但沒有選擇他之中 我擺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當然最後我們那四隻 我們就沒有了 但你這筆馬 我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是 因為他是一匹大逃馬 越放越開心 那不排除他 如果早段能夠保持 放上去 放到前面 而他過去也證明了 給你知道有能力 是保持得住 那會不會頂得到尾呢 這個就要跑完才知道 但最後再說一件事 在此作荒人的賽前記者會 他自己在記者會上說 當時已經清潔了 當時有Q&A的時候 有人問他這隻馬 這樣的情況 以及他最佳的路程是什麽 他再補充一句 他說這隻馬是一隻 跑一個狗化浪 就會好些 跑得會好 所以這些資訊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就再接觸了 既然是這樣的 我再說一句 這隻半初之海 其實在他這麽好成績裏面 他有一場適贏2,000米的馬 的賽事是2021年贏福島紀念 福島紀念 是的 接著就一路 一路跑到1,800 那些特別好的 跑到2,000米以上的路程 有跑第二 天皇上秋就跑第二 被人捉到 春秋昏 被捉到 紮漢紀念就跑第二 其餘那些可以連名都不 在那段時間 原不上名的賽事 正正就跑2,000米 環以上 是的 沒錯 當然大家都不能夠 抹走他 跑天 輸給春秋昏那場 是的 因為那場是證明到他 是有那個銀力的 但是有一個問號在那裡 是的 問號有銀力 所以我每一次都在想 為什麽香港會那場 可以這樣抹發 我是很廢解的 即是他不肯放膽地去全面放投 這樣就著就著就著就出事 所以這一場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十五檔 迫到他真的走前 一股作氣走上前 然後就用回他過往那種銀力去捱到尾 所以就是這樣情況 好 接下來 我們不如說完剩下的日本馬 不是 說完剩下的那些 因為剩下很多隻 剩下的日本馬 剩下的日本馬 我都要說一隻 就是11號 這隻會 這隻竟然有份說 這隻當然要說 因為他之後 本來你以為他避受低估之際 他竟然在脈通第三回合 就突然回來 那一場就突然回來 雖然你不要看他八歲老馬 但是他這樣回來 又令到你有些銅鏡座 加上這隻馬 本身對於這個馬場就全然 完全熟悉 完全跑慣跑熟 會不會 因為這樣 這一個馬 又可以 爭入一直 這樣 但是 你覺得這隻馬又如何 我覺得是沒有機會的 你覺得是沒有機會 我覺得是沒有機會 他也是那樣 他也是要緊跟的馬 當有隻本初之海向導的時候 這是我這一場的邏輯 第一個 如果他不對的話 我整盤錯了 老實整個邏輯 那他會不會變成他 走去跟著本初之海 反而會理他 未必 就是 我就是擔心這一樣 所以這隻馬 亦都是計算本初之海 這隻馬 我是有第二個問號的馬 但是這匹馬 如果用回脈通第三輪 那個情況 它是有倒亂的能力 當然 他也要過很多隻日本馬 我們接下來就說一隻第十次 說十三號 是 那隻T.O.K.E.S 這隻你可能可以說多一點 這隻馬 讓我按下去 這隻馬 這隻馬 其實我表現有點不穩定 由第一又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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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經常都被人捉到 經常大業館有輸 但是這隻馬 為什麼我認為是一個 Money Jockey 莫礙成他的 然後看回他之前的配搭 又是松山文平 那些 甚至是二線 日本二線 其實才去騎 這次一下子去到這麼高 會不會馬連必勝的翻辦 這個是你的想法 這隻馬 說真的 看回他 我覺得 比較 我同意你的說法 就是 用了莫礙成 是其中一個 要值得留意的原因 再加上這匹馬 今次排六檔 也是一個比較 清高一點的東西 看回他 其實他對過的對手 很多都在這裡出現過 大家都是兜來兜去 表面上 就是 如果用回他 看跑顧軍盃的第四 就好像 一般 但是 那一場 就是這樣說 那一場 他跑排大外道 然後 他跑川崎紀念 都已經馬上跑了 川崎紀念 如果用回歷外 道拜世界盃的歷史 都是一些日本馬 走來跑道拜世界盃的其中一場 就是用來熱身的賽事 因為中央一級賽 一年只有兩場 年頭的二月錦標 年尾的冠軍盃 即是以前的日本盃地賽 然後 如果跑相關類似的徒程 就只有這場川崎紀念 所以這場 你這樣去看的話 當然川崎馬場 跡路短 與美丹不同 但是這筆馬 至少 不會太反復 再加上 有幕崖成 由他復出以來 由他復出以來 雖然與你沒有什麼緣分 但是 看到他的身體 沒有生疏到 是 是 沒有生疏到 他也要 接下來 這個星期跑完 下個星期就在英國開季 他也要慢慢慢慢去 所以 看看會不會借到這場馬 如果能夠綁到一杯 如果能夠綁到一杯 就能夠打好勢頭 與布宜鶴爭爭冠軍 這隻大家不認識的 是一倍十二的 下一隻 更加不認識的 剛才剛才提到的 T.O.K.E.S.T.O.K.E.S.T.O. 也是他的提下拜祭 就是應徵 剛才我說的川崎紀紀念 他是一口氣 贏了東天大雙戰之後 再贏了川崎紀念九尚 如果你這樣看下去 當然我們是一群很大的機會分子 但當你看到安帥員是誰 你就已經覺得 噢糟糕 我結果是在這兩隻馬 想了很久 結果都是 騎了一個限 對 騎了一個限 但如果說實力計 他剛才跟我們說的日本馬當中 應該是這樣說 他是其中一匹日本馬當中 有機會跑得從前面回來的馬 很接近 而大家不認識的 四匹裡面的其中一匹 最後 這匹可能會說多一點 我們都已經 三十多的了 當然是這隻Villa Assault 就是飄揚清凡 好似我昨天做的節目 其中有些嘉賓都問 這隻是什麽水來的 為何會跑來跑這場 為何會跑來跑這一場 是泥地的呢 接著我就回答他 這隻馬 如果大家看回他的過去賽職 用心少少去JRA網絡 在前面提供這隻馬的賽職 其實他未跑日本盃之前 根本就是打了泥地起家 香港的漫威都很熟 是起家的 那一場日本盃完全是贏在莫亞 左捐右捐 這隻馬也是第三匹有問號的馬 那這匹馬呢 不如我想你講一下 首先你先講給大家聽 在你面前經過的這匹Villa Assault 給你的觀感又如何 又是講觀感 因為又是沒有比較過的 不用比較 你看一下你覺得是怎樣 我自己覺得他不是日本裏面最飆青的 在我的角度 但是如果在這個賽職 或者那樣的狀況 我又覺得他 我都有一個問號 為什麼他會跑這一場 這個也是我抱持著一個問號的 既然這裡已經有八隻 但是在司馬那裡 如果沒有錯 不知道是兩隻還是三隻 為什麼他不下去那裡 是這裡拿來做掩掩掩掩掩 還是怎樣 你當我有少少少陰謀論 我覺得這隻很奇怪 是的 你也這樣看 我剛才也說了 他那場日本盃完全贏了莫亞 根本那場頭馬應該是大帝的 但是又這樣伸算 你用日本盃頭馬的身份走來這裡跑 我覺得幾樣東西 第一 因為這隻馬本來跑來地氣家 他不會懷疑他的泥地性 當然 第二樣東西 這匹馬 會不會他想著跑場杜敗世界盃 如果被他領著 提高他的配種價值 將來做總馬的時候 因為都要駕掩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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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說 世界百大之溫的頭十位其中兩場 贏了就是你 贏不了也不是 當然是贏了才是 會不會是這樣解釋呢 第三樣東西 這匹馬 你來到這裡做的功夫 這匹馬也是在我印象當中 都是其中一匹 我覺得狀態很好的一匹馬 當然不是最好的一匹 我覺得最好的一匹 一定是順囚分 接著就是地標途形 這匹馬都是前五名的 有馬紀念那場大家都可以抹掉它 因為以往很少 甚少 你日本杯跑得好 可以維持到跑有馬紀念 反過來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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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得不好 去到跑有馬紀念 他又跑得不差 這個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但這場下 他又用回道門 走了用回道門 如果再加上去年贏日本杯 因為去年贏日本杯 我覺得也是一場 很強的賽事 我覺得是 現在這樣圍下去 可能有些分頭 可能有些分頭 那次日本杯也是有些分頭之下 這樣走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 阿蘇 用杜滿諾 我就會選他去我們的四選之一 如果你說純粹以賠率而現 那你有什麼可以補充呢 賠率而現 我覺得最危險 真的是十四 十三是有些不明的 如果只是用日本馬去計數 因為剛才我說 日本馬的賠率是一賠十 一賠二十之間的 但是你最不認識 如果我們有沒有看過 越洋轉過賽事 如果香港的觀眾 是沒有見過那些反而是最熱的 反而是日本馬當中最熱 反而是日本馬當中最熱 見過那些反而是 為什麼是分頭呢 例如地面的套路 是一賠十六的 本初之外一賠十二 這個賠率竟然跟十三是一樣的 這樣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十三十四 因為這些在博彩公司裡面 出得這麼保守的賠率 我們就要再多些研究 好了 差不多了 大概我們都講完了 好了 綜合一下 我們都給大家 心水 我們這場 你又選了兩隻 我又選了兩隻 那你告訴大家 你選了哪兩隻 我先選地標圖形 因為都是上場表現 我聽它是一個good try 和泥地性命 應該都OK的 另外就選了十三 因為十三和十四 對我來說很均勢 十三有一個騎士 雖然我跟它沒有完 但是級數肯定是穿田像瓦的 所以就要上場表現 我們就要七十三 好了 我就選了一隻country grammar 即是一出成名 即是給小米 而是給小米看到 又說我什麼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還是說一件事 如果這場馬贏的 不是日本馬 就多數都是這隻 也都應該是這隻 即是作大圖理 最後一次跑世界盃 雖然這十四檔就好像什麼 但是它 它作為在這裏 跑慣跑熟 又贏過這麼多次 路敗世界盃 我覺得 它心裡有數 也都 尤其是今年 它的焦點都放在美國 所以就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 又要相信它這件事 也都作為我 作為它的 大黑粉絲 也都希望 Fanky 在他快要退休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寫下一個一個的 美好回憶 因為它真的是掛虛 另外 另外就選了那一支 不靈不靈物體 就是Villa Assault 剛才我都說過 真的拗爆頭 我喜歡它也是用回道門 看看可不可以 加上這麼多東西 又做一次奇蹟 計日本盃之後 又做一次奇蹟 所以這次我們入 杜拜世界盃的心水 就是四號 七號 十三號 和十五號 這場我們就不用馬膽了 撈亂來計 剛才我提到的問號碼 如果有駐馬多 買三四重彩 大家不妨拖賣 分別就是 太多不能盡目 我有三隻有問號碼 一隻就是本初之海 第二隻就是SALUT THE SOLDIER 十一號 第三隻就是UJBATESOLO 穿田障礙 三隻就是有問號的 如果怕有脫漏的 大家不妨拖賣 真的錄到過了 今次杜拜世界盃的特輯 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尤達師兄 和我們所有的平台 尤達YouTube頻道 還有D馬魯魯法 馬場USB 和尤達Facebook專頁 大家記得關注 看多點YouTube影片 多點留言 給LIKE 分享 還未訂閱頻道的 訂閱頻道 按鈴鐺 選擇全部 我們就 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 預告定給大家聽 明天高重工紀念 我就會再做另一集的 尤達Best Bank 今天大家記得留意 今集已經過了 現在要回去製片 做字幕 做後期 快點上載 下次再見 拜拜